港湾防疫旅館14天隔離日常 好 今天是9月11日 距離旅館檢疫 剩下4天 今天我的早餐就是 台灣的傳統蛋餅 還有牛奶一杯 不錯啊 前天也是蛋餅 今天也是蛋餅 果汁框 大家好 這是我的午餐 應該看上去是泡菜豬肉 不錯 好 現在就來吃一波 慢慢 現在剩下隔離第4天了 都開始有點 鹽鹽的了 我發覺我每次中午的飯 都好像吃不完 大家好 又分享一波午餐時間 今天是窩窩宵明 太好了 我喜歡吃窩燒麵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都是不停地吃窩燒麵 現在終於 又可以回味這個味道 哈哈 先擦一波 好期待 我最怕就是這樣的包裝 哇不錯啊 好順利啊 哇 如此順利 放多了 哇哇哇哇 滿到寫 滿到寫 哇 滿滿廟 我喜歡 日鞋 9月12日 距離隔離 剩下3天 耶 終於 然後又分享一波 我的早餐 今天好像是這個 滑蛋漢堡 我也第一次見 不知道什麼味道 然後又 牛奶一杯 然後自己用蔥 一杯 黑咖啡 大家分享一波 我第一次吃 如此特別的漢堡 西式麥麵包 配 中式 蔥花蛋 太特別了 哈哈 哈哈 我也沒吃過這些東西 今天也吃過了 這就是名符其實的中西傑 下一快又到午餐時間了 好了 晚餐終於又來了 我這次第一次點了這個 索食便當 青醬蘑菇燉飯 哇 我也第一次點 索食 它晚餐永遠都會有三個選項 ABC A就是中式料理 B 二角料理 C就是蔬食料理 想不到我人生會怎樣蔬食料理 藥都好像不錯了 好 現在我吃一吃 看看感覺如何 這個蔬食餐 好好味 這個青醬菇飯 真的不錯 不錯 盛讚一波 好 不知不覺 我把這個蔬食料理已經清光光了 這就是這個12號裡面 最棒的一個飯 今天是9月13號 他們隔離剩下兩天了 耶 9月15日就可以走了 哈哈 這個是我早餐 你看看 有什麼 美式麵包 火腿配包 然後 這杯奶 這麼快又到晚餐時間了 哇 終於有台灣人的水果 哇 太好了 這個終於吃得下 不錯 好啊 大家好 我的晚餐來了 先介紹一波 真的要和你們分享一下 超驚訝 這個鬆餅 今天我就點了這個晚餐 蔬菜豬肉鬆餅 起初呢 我看他 沒什麼 基本款 這樣 興高采烈 想著裡面應該包很多餡 給大家看 噢 神奇的時刻 然後 誰知道發現 咦 為什麼沒有的 沒有的 然後我還去問服務員 我說 不好意思 鬆餅沒有豬肉 之後呢 最神奇的時刻就來了 服務員就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 原來 他的豬肉 藏在 你看 見證 來了 豬肉在 這裏 嘩 我都嚇到 原來豬肉藏在 這塊餡餅 的中間 你看 你看 嘩 嘩 嘩 真是 幸好問一問 否則我想 我真的一直都不知道 我燒了 吃幾蛋鋪一波 嘩 真是想不到天底下 這塊豬肉收得這麼隱蔽 你看 看 現在咬幾口 嘩 這塊豬肉 真的就是在這個鬆餅之間 真的 人家那個酵酵的雙聲道之間 現在我這個就是 鬆餅與豬肉之間 哈哈 太神奇了 而且我現在吃一口 先記錄一下 挺好吃的 這個鬆餅 好吃 大家好 又是我Bose 今天真的 超級紀念一波 就是今天 終於是我隔壁 十四眼的最後一天 耶 哼不得了 耶 想不到說這麼快 就變成最後一天了 先介紹我的早餐 我早餐是這個 奶一杯 然後 這個 蛋餅 應該是 現在我們大家來開箱 對了 真的是蛋餅 嘩正啊 是火腿蛋餅 第一次吃到火腿的蛋餅 之前是蘿蔔糕 當然是蛋餅 好 我又回來了 然後現在呢 咦 一下我看見我換了衣服 債工 對啊 一會兒要上課 上線上貨 我也第一次用這些 真正的線上貨 好 現在先分享一波 一波 今天是我9月14日 最後一天 然後這個是我的 最後的 旅館午餐 正蝦卷 然後最後的 呃 旅館午餐水果 然後打算這個是最後的早餐 但不是 9月15日我都可以有早餐 耶 嘩這麼快 想不到這樣 14天就過了 我火到下餐 初初以為 怕說有什麼精神病 你病就沒什麼 初初第七天 我記得我都挺不適應的 之後那七天呢 我都漸漸都覺得 不過就是鬆了一些 就是 不是那麼有高校的學習 好像我真的是高校的學習 就是只有一天 然後其他那些呢 都真的 看看電視啊 看看YouTube 如果要在這裡呢 閉關的 14天 是需要很強勁的自製力 然後你才可以 用高校做事 我現在是帶點 就是又有開心 又有不開心的 就是呢 開心呢 就是終於結束了 沒有這14天了 就是不限制自由了 但是不開心呢 就是呢 我之後一出去了 就碰到七天自主隔離 跟著自主隔離呢 還要沒有人幫我照顧三餐 其實呢 我記得好像是 是中交通工具 不給錯 就是叫你駕駛的士 跟踩單車 但我認識的就是 我不會踩單車啦 大家好 這個真的是我最後的 下午茶了 是綠豆餐 吃了 這次就沒有了 這間店 好像很棒 現在是 只有一天 14天的晚餐時間 最後一餐 這個旅館檢疫的晚餐 先說一下我吃什麼晚餐 嘿 就是 Pizza蝦啊 竟然有薄餅 吃得太好了 可以轉換口味 是 咳 好 現在看看什麼 好 漂亮啊 耶 真的 有些不太捨得 現在天大的消息 因為我這個 14天呢 就是 九千多元的 剛才一下聽到旅館的消息 竟然得知 四千多元 所以 就是 嘩 如果四千多元 除了這14天 就是計算285元 計算300元 300元一晚 嘩 300元一晚 包早午餐 接著 300元一晚 還包早午餐 而且服務態度好 這裡WiFi一樓 嘩 我真的 好 嘩 很棒啊 終於幫我這些窮困學生 輸擠一下 不是開玩笑 九千多元 真的超難 我現在覺得 嘩 真的有 不過前提 聽別人說 好像說 台灣那邊那個學生 寶座14000 很久都可以收到 但 我不知道 我到時候申請一波 是啊 好 那就是這樣 唉 現在看到這樣 可以補助 便宜一點 然後 又睡得很好 吃得很好 服務好 網絡好 電視台好 嘩 真是搞到 我也有點不捨得 最後這14天 又是邊吃飯 邊柯南一波 嘩 真的想不到今天超級忙 剛剛好呢 撞正我今天是學校上課的第一天 然後 而且 晚上還有講座 然後中途還聽了 那些台灣的衛生部的電話 然後我旅館下服的電話 然後還有我學校的電話 嘩 然後這樣 想不到這樣一天 超快就過去 真是不方不高校一天 每一刻後 嘩 剛才掛著計 那個 這半年的房租錢 搞到見證不到這個時刻 耶 9月15日 凌晨12點02分 我的14日 旅館檢疫 正式解除 耶 出出出 耶 完啦 不是這麼開心得起 因為還有7天自主隔離 等著我 唯一 唯一覺得有點自由 就是 那7天就是出去買飯 買飯那一刻就自由了 接著現在呢 其實呢 現在12點 你喜歡的話 你自己都可以離開 但我就是覺得 不斷躺在這裡 當然一早起床再離開 結束這個 14天旅館檢疫 耶 好 那我們之後 再見囉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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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